1992年的春天 88岁的邓小平语重心长的告诫权党 从现在起到下个世纪中叶 将是很要紧的时期 我们要埋头苦干 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 责任大呀 这是一位世纪老人的政治嘱托 在他的晚年一直珍藏着两个心愿 他想活到1997年 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 他想活到2000年 亲眼看一看中国人民的小康生活 谁也没有想到 当1997年的春天悄然来临的时候 心愿变成了遗愿 十四大产生的新的中央领导机构 格外引人关注 现在我把 19日上午 新当选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 及全体中央政治局常委 李鹏辽石 李瑞环 朱镕基 刘华清 胡锦涛 来到人民大会堂 与中外记者见面 年轻人五十岁不到四十九岁 洪景涛同志